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November Favorites November Favorites 遲到了一個星期 不是因為我忘記了或太忙了 其實是因為我想放在UK的Vlogs、Haul等 感覺上比較完整一點 才放回November Favorites November我去了UK十天 所以試的新的不算太多 但我也有十件八件Favorites跟大家分享 完結了November Favorites後 December會是2014年的年度分享 我會分幾個影片 因為不然應該會太長 如果你之前參加了PeterThomasRolls 和我的Christmas Giveaway 你就要留在Deana 因為Deana會有個Winner List 你看看你中不中獎 現在先分享November Favorites 第一樣想分享的就是Lauren Mercier的 最近她很紅 Lauren Mercier的Caviar Steak Eye Color 我之前在Christmas Video跟大家分享過 我買了她的套裝 細小的有六支 其實我自己用來用 現在比較多用 就是Copper這個顏色 還有Cocoa這個顏色 我發現有一個方法做Smoky Eyes 是非常非常簡單的 我已經拍了一個影片 完結了November Favorites 我會發揮 如果大家對Smoky Eyes有興趣的話 就要留意這個影片 手殘都可以做到很厲害 我自己喜歡她的原因是 我覺得她很上色 而且她的顏色很容易滑開 她沒有上去眼睛黏著 滑不開 她的效果很share和自然 滑開之後 我覺得用手指滑也可以 用手指滑也可以 看你自己個人喜歡 我至於是很喜歡她們 因為我覺得她上了眼睛後 滑開了 其實她是很堅持的 我就算眨眼那些 她都沒有變成一條折痕 或者是走位 所以我非常推薦她們 如果還有Christmas Set 你們自己又對這個有興趣 我覺得絕對買得過 另外一個Favorite 都是Laura Mercier 都是我買他們Christmas Set的時候發現的 就是她們的眼線筆 這支 comes with她們的三本書 在其中一本書裡面 我就找到這支眼線筆 初頭的時候我嫌她是不能扭 要刨很不方便 但是我用的時候 我覺得她的Quality真的不錯 她這支就叫做Longwear Cream Eye Pencil 我這個顏色就是Expresso 就是一個深啡色 沒有閃粉的 其實我為什麼喜歡她呢 就是有很多時候 單眼皮的人用眼鏡就會有一個問題 畫完條線之後一眨眼 那些眼鏡就會黏在眼皮上 有幾點 又不是很誇張的 有幾點 但是我覺得很麻煩 那你又要抹眼皮 我用這支眼鏡之後 她是沒有這個情況出現的 所以我自己都很印象 因為證明她是快乾 而且我覺得她也很保持 那又是那一句 我自己眼睛就不是太油 所以我沒有說會溶到很厲害的情況出現 基本上我用其他眼鏡都不會油 所以你要看回自己 如果你很眼油的話 我就未必會推薦給你 因為我自己沒有那個問題 所以我不可以跟你分享 一定是不甩的 但是如果你跟我眼睛差不多 不是太油 都乾乾的的話 你可以試一下這個 因為出來的效果是很深很美 而且是很保持的 另外一個最愛的也是新買的 就是Tom Ford這支唇膏 它就是Lip Color Matte 這顏色就是Pussycat 給大家看看 就是這樣 Made Color 我現在用了 我覺得這顏色很自然、很美 而且我十分印象 就是Made得來不乾 而且它是很長時間的 基本上如果你不特別去抹唇的話 它都會保持的 所以我自己就很印象 而且我覺得塗上嘴上是舒服的 沒有說塗完之後隔幾個小時會很乾 沒有,它都會乾了 但是它不會乾到你的嘴巴痛 所以我超喜歡這支 Tom Ford的Lip Color Matte 而且我很喜歡這個顏色 我覺得每天都可以保持得到 如果你那天不喜歡很鮮明的顏色 或者你那天想做一些自然的顏色 我覺得這個顏色都可以的 如果你有興趣就自己去看看吧 另外兩個最愛的 跟我在UK飛完長途肌回來有關了 大家都知道飛完長途肌是非常爆乾的了 其實我自己的臉我用DV和Vermas Face Cream 紫色的臉就完成了 沒什麼特別,兩天就完成了 但是我的眼睛和我的身體都還是很乾 所以我就狂想有什麼可以做呢 然後我就發現了一個小提示 我就拿了Anti Wrinkle這支 Eternus D的Anti Wrinkle這支 基本上這支用全臉都可以的 用來抗腦 但是我就當它是眼部的精華 我覺得當眼部的精華蠻好 因為我滴一點點 我塗完它之後 按摩完等它吸收完 我就再塗Eye Cream 我覺得那個效果比就這樣塗Eye Cream好很多 因為真的可能太乾了 那些紋都出來了 還有那些很少很少的紋 然後上妝又有卡粉 所以我就先用它打底 然後再加Eye Cream 我覺得效果是好的 因為其實我塗了兩天之後 那些很乾很細的眼紋已經不見了 當然好深的那些都還留在這裡 因為是我小過睫眼下來的後遺症 不關我乾的事 所以那些就不能改了 那些我打算都不搞它了 它沒有惡化就算了 但如果是乾紋的話 我覺得它是有用的 我現在非常喜歡當它是Eye Serum 而且我覺得30ml有時用了 還有一套Eye Serum 我覺得它除了滋潤眼位 還有它拉緊提升也不錯 所以我現在就比較喜歡用它來做Eye Serum 另外一個就是身體 因為我身體我之前都跟大家分享過 就是我乾到爆炸的 因為太難 不喜歡用身體 又不喜歡黏黏黏 所以經常弄到身體就開始飛皮 尤其是飛完長途肌 簡直沒得救 我的腳是不停起皮的 然後是很噁心的 然後我就想 不需要先剝皮 然後再用身體霜 要不然真的會用飛皮 我自己都覺得很好笑 然後我就拿了這個 就是Face & Body Polisher 就是美國的一個天然牌子 其實它說Face & Body 我覺得Face我就不推薦了 Body我就很推薦 因為它裡面就像Lotion 還有一些粒粒的 那些粒粒其實是比較黏的 我覺得如果你磨臉 你會大力了會痛 所以我就不推薦磨臉 但如果你說磨身 其實就剛剛好 很效果的 我用來磨身 磨完身後就沖了它 我覺得身體就非常好 而且飛皮的皮已經被我磨走了 之後再塗Body Lotion 就非常吸收 所以這個又成為我的大愛 連Mr.Honey都偷他用 她說我都很乾了 我可不可以拿來磨身 然後我說拿去吧 我現在很無奈 因為她開始對護膚的護膚 很有研究 所以我家裡的東西 就開始被她慢慢侵佔了 那到香味了 香味就這樣 有一個故事要說一說的 話說幾個月前 Mr.Honey就去Chanel買了一瓶 Allure Sport 這個樣子的香水 這個樣子是這樣扭出來 就可以用來噴噴的 你可以帶出去 它一套就有三瓶 這瓶是中間 旁邊有兩瓶 你用完之後就可以 補充心下去 繼續用這瓶噴噴 我看到它到處帶來帶去 又多輕身 樣子又多美 然後無故自己燒自己 我那天在UK的Duty Free 看到它 我又覺得很想買 之後就買了 買完之後就非常喜歡 我現在帶著它到處去 因為實在太方便了 這樣扭出來就可以噴 非常好 我自己試過 這瓶是深粉紅色的 Chanze的味道 我自己比較喜歡這瓶 多一點 因為我覺得比較濃一點 其他那兩瓶味 它有一瓶綠色 還有一瓶淺粉紅色 那兩瓶就比較清一點 那兩瓶都有這個樣子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自己可以去問一下 喜歡哪一瓶多一點 那我自己 基本上現在已經放了它在手袋 帶著它到處去 另外到蠟燭 蠟燭我之前出了一個Post 就說我在UK London Heathrow Airport 那個Terminal Street 就去賣加賣了 因為其實如果在UK London Heathrow Airport 那裡買的話 Depending on your exchange rate 它大概是 20% 到30% 香港的價錢 大概是香港的價錢 7-8折 差點說不到 7-8折 其實都挺划算的 所以我去掃了一些東西 當中有一個Christmas set comes with三顆 mini size 的Candle 它有其他味 我自己就 三顆裡面 我現在點了這一顆 也比較喜歡這一顆 就是Pomegranate Noir 我之前已經有它的Body Cream 還有我在那邊買了它的香水 還有Body Lotion 我不知道 越聞越喜歡這顆味 最初我就蠻疑心的 因為它很Girly的 所以我就覺得好像不是很搭我 你知道我喜歡型的嘛 所以好像不是很搭我 但是越聞 我又覺得好像越討好那顆味 所以這顆Pomegranate Noir 就成為我的大愛了 我這個Candle 點完之後 我會用來裝東西 大家知道 如果有看我Facebook 知道我未來是要改建我這間房 不是改建的 我不會裝修 但是我會換過一點傢俬 去maximize那些位置 因為我現在已經沒有位置 其實大家看不到 我整地都是東西 所以我就開始已經想 那些櫃離了的時候 我會用什麼去把東西分門別類 還有這些小的container 就可以用來做一些 擺一些可能用自己的東西 所以我現在就不斷點它 希望櫃離之前 點完它 我就可以洗了一個瓶 然後用來裝東西 都是香味 都是香味 記不記得我上個月的Favorite Video 說過Jo Malone的Home Spray 我已經用完了 其實我很喜歡這個味道 但它唯一的缺點 就是它不可以override 燃油那種味 例如你去噴廁所 它不可以幫你搭廁 廁所的味道 然後加上它的味道 我覺得唯一這個是美中不足 但我自己就很喜歡那種味道 所以我前幾天又去買這個 很久之前出現過的 The Laundress Home Spray 這個就是Number 247 它好像店舖只有這款 247 我自己就很喜歡這款那種味道 因為我覺得Jo Malone那種就是香味 它自己有那種香味 它幫你家屋去噴成那種香味 這款是很refresh的 好像洗完衣服那種清新的味 大家明白我說什麼嗎? 洗完衣服那種清新的味 所以我自己覺得家屋可能噴這款好一點 兜兜轉轉都是回去買這款 我現在又開始噴了 我又覺得是 我之前那麼愛它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它真的可以令到家屋現成那種味 例如你煮飯有煙味 廁所有廁所味 它可以幫你避感那些味 然後override下去就是一個清新的氣味 我現在很驚訝 我覺得我會繼續買這款 因為我暫時未找到一些比它更好 所以我繼續會用它 其實Jo Malone那種也好用 我不是說它不好 只不過在房間沒有其他氣味之下 你加上那種味道就OK的 但如果你說我所謂噴廁所廚房 我覺得這款會比較優勝 價錢便宜很多 噴一噴一噴都不會噴到心痛 除了Home Spray之外 其實The Long Dress也有這一支 就是Fabric Fresh 就是這樣 我已經用了差不多用完了 其實我已經買了一支新的了 等著開 我用完這支才會開一支新的了 這支又用來做什麼呢 這支其實我覺得秋冬天會比較用得多些 因為秋冬天會穿一些衣服 穿一些冷衣服 那些 你生氣和冷衣服都不會每天去洗它 你不會穿完一次就去洗它 有時候出街會吸油煙味 不如吃韓國燒烤就會吸油煙味 或者咖喱味 但是又不想洗衣服 可以怎樣呢 就是把外套掛起它 然後用這個去噴一下它 對 冷衣服都可以的 總之是一些衣服的物體 它就可以幫你清新的味道 它會幫你霹軌了一些咖喱味 油煙味 我自己就覺得噴完出來 很清新的味道 你再穿那件衣服就不會覺得有味道 要不要好 所以我覺得秋冬天會比較多 其實這支就由去年的秋冬用到現在 因為秋冬所以我看它快沒了 我又買過一支 如果你對這支有興趣的話 自己不妨可以去看看 我覺得都蠻實用的 接著就到Fashion Items Fashion Items 第一件事我想說 我今個月最愛的 是英國New Look的褲 如果大家有看我之前Fashion Haul Video 大家都明白我說什麼 其實實情是這樣 我五尺七 但我又不是特別瘦 我都有點肉腿 所以在香港買褲是非常難 例如看到韓國褲很喜歡 但我覺得一定不適合 因為之前試過太多不適合 拔到小腿已經拔不到上大腿了 所以我覺得整個經驗很抑鬱 然後我就不會買韓國褲 之後都好一點 Sara有些褲都適合 但不可以條條都適合 要看Cutting 還有看它有時候 是否真的會沒有馬 所以都不是經常在香港買到褲 去到英國就發了電 看到褲有大馬 然後買了幾條 最初買了一兩條在酒店試了 覺得很好 然後回去再回購 我隨便展示一條給大家 因為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之前的Hall Video 類似這樣 它是薄身 很彈的 然後它還有一些款式 即使有大馬 都不是貼的 那些款式 都貼身 譬如有些是做爛的效果 有些是做淺藍色 我自己穿過它的褲 無敵開心 因為沒試過穿褲 覺得所有東西都適合 所以非常非常開心 他們這個品牌的褲 已經成為我一個大愛 我覺得我每次去到英國都會回購 如果你是大馬的女生 你會去英國的話 去New Look買褲 另外一個Fashion Items的Favorite 就是在Topshop買的小小頸鏈 我買了幾條 我只開了這條 但我覺得這條 深刻很好搭 對呀很好搭 如果你喜歡的話 可以帶多一條短一點 這條長一點 但又很漂亮 我覺得簡簡單單 又不是太貴 很適合 尤其是現在秋冬 會多一些比較黑的衣服 如果你搭在外面 戴一條鏈 就會小一點 聰明一點 最後一樣Items 最後一樣Items 都是我在英國買的 但其實應該香港淘寶 都買到的 就是金色的紋身貼紙 其實我之前有沒有跟大家分享過 其實我很想紋身 亦都很喜歡紋身 但我喜歡的紋身 就不是有龍有鳳那些 是一些有意思的 小小粒的紋身 例如星 可能是Infinity Symbol 一條線 我喜歡那些多些 但想來想去問什麼好 從十幾歲到現在都沒有紋身 我最近有一點點想 可能遲些會去紋 我還未知 還未知 我要Double Confirm 我是否很確定 那些想法 所以不可以紋身 或者未過時實去紋身 就先玩紋身貼紙 我之前玩了一個金色的 我剪了兩條出來 玩了一個金色的 就是一顆星星 還有一條 類似旁邊這些 一條 我就做了在這個位 還有一顆星貼在這裡 我覺得是很漂亮 原來是金色的紋身 原來是很柔軟 不是很過頭 而且是挺好看的 然後我做上網研究 究竟有沒有金色的紋身 可以做呢 對 很Tempted 但說實話 說真的 不是長得太久 我大概兩天到 就已經開始脫了 但我覺得玩過過手印 都是Fun的 而且我覺得都潮 就是不涼 因為基本上 如果不是金色的紋身貼紙 可能是做蝴蝶 玫瑰 那些 我覺得有少少都是 歷史的 如果你喜歡是 時代的話 可以找些金色的紋身 貼紙來貼一貼 好了 講完November Favourites 我們現在看看 之前兩個Giveaway的 Winner List 好 恭喜大家 如果大家中了獎 就在Info Bar找我的Email address 麻煩你把你的家地址給我 或者公司地址給我 那我會寄給你 那份東西我會寄給你 那好吧 下次再說 拜拜